從建研到這次的選舉 我們看到馬英九團隊用建研時代最惡劣的手法 在打選戰讓台灣的民主倒退 他自己的副總統候選人吳敦毅自己講 他是一個敗家又腐敗的內閣 這樣的政府應該下台 選舉是公平的 我們讓腐敗敗家的政府下台 讓代表文秘的小英總統 讓我們的總統好不好 好不好 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公然偽造公文書的時候 讓國家的公信力蕩然無存 這只有戒嚴時代的國民黨做得到 但是你看到現在馬英九的政府也在做 讓這樣的政府下台 讓台灣的民主恢復生機 讓我們創造台灣更文明進步的社會 拜託大家幫忙大票支持蔡英文 拜託大家讓台灣站起來 讓台灣更文明拜託大家 這次的選舉是一個真誠的小英總統 跟一個虛偽的馬英九的選舉 在四年前馬英九亂開支票 沒有一樣做到 股票兩萬點胡說八道 六三三胡說八道 四年只在搖晃一個米九的時候 我們要這樣的政府做什麼 這一次我們需要大家的溫暖選舉 剩下九天 讓我們新竹所有正義溫暖的選票 我們大家幫忙吹票 讓真誠真心的力量代表我們新竹 代表我們台灣來打敗虛偽的馬英九亂開支票 真誠的力量贏了選舉 在新竹也一樣 我們用最誠意主張讓新竹更現代化 小英總統張學順都主張 新竹要變成科技首都 一個更現代化的城市 讓知識經濟人才在新竹成為培養的重症 讓我們的國中教育 高中教育 大專院校教育 跟國科會 跟園區 跟我們的傳統產業 一起來訓練我們每個家庭的子弟 讓他成為知識經濟的人才 讓每個家庭都有競爭力 讓新竹人站得起來 更有競爭力 好不好 我們一心一意 希望台灣更進步 希望新竹更現代化 希望每個家庭都更有競爭力 希望我們市政府的財政更好 新竹每年交給中央政府 470幾億的稅金 但是現在中央政府的統籌分配款 只有29億到我們的新竹市 所以我們的市政府財政空虛 我們需要更多 我們來修改我們的財政收支辦法 國民黨做不到 讓張學村 讓蔡英文來做一下 讓新竹市的財源更多 好不好 讓新竹更現代化 讓每個家庭更有競爭力 好不好 我們看到國民黨現任的區域立委 李學章 是一個胡說八道的人 他昨天在公辦證件會 在他的文宣廣告 公然說 他十年 他做了十年立委 但是 他說他爭取一千多億 結果我們拿了一個 行政院主計處的報表 報表上明明白白的寫 這十年來 中央政府包括統籌分配款 包括一般性計畫 專案性計畫 所有加起來 只有559億 包括公教人員的薪水 包括警察的薪水 老師的薪水 都散在裡面 這些法定預算 自然會照公司撥下來 沒有李學章也會撥下來 才599億 他自己碰轟吹牛 說一千多億 這種人 選舉 用假數字來騙票 要抄刑在院的資料 都抄錯的人 能代表新竹市當立法委員嗎 新竹市沒有這麼丟臉 我們這次 我們支持張學村好不好 讓新竹現代化 讓我們的家庭更有競爭力的張學村 來代表新竹市 代表新竹市 當立法委員好不好 今天 非常的感動 就像剛才我們的客委員講的 我們下午跟蘇嘉全副總統 在全市 掃街拜票的時候 我們淋著雨 跟所有我們的溫暖的鄉親在招手 他們跟我講 晚上不管刮風下雨 我都會來參加這個晚會 我想你們的溫暖 你們的熱情 你們的正義 感動老天 讓我們有一個好天氣 天佑台灣 小英當選 新竹更進步 讓學村當選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選舉 輸一張票 我們都輸了 我們贏一張票 我們就贏了 我們新竹正好是在55波的時候 我們拜託 我們現場超過2萬人 我們所有的鄉親 一個人在未來9天 一個人拉10票 我們贏一票 100票 01000票 我們贏了這萬票的新竹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剩下的9天 是我們關鍵的9天 是我們新竹會不會贏 台灣會不會贏的9天 我拜託所有現場超過2萬 所有我們的鄉親 在未來的9天 代表你來當選 代表你來當選 我們要拜託大家 在未來的9天 幫忙吹票 幫忙拉票 讓我們一起來贏得 這場新竹的盛戰 好不好 好不好 新竹要改變 靠所有我們在場 我們的鄉親 市長的好朋友 給你的年輕 讓他們拿10票 跟你們講 分享 你如果當選票 這人選票 那你新竹 我們對贏 我們對改變台灣 我們對改變新竹 改變新竹 我們一起來贏 好不好 拜託你 張學村在這邊 拜託你 幫忙拉票 一起打贏 台灣更文明的散戰 新竹更文明的散戰 拜託你 幫忙拉票 謝謝你 今天晚上 謝謝你 拜託你 幫忙拉票 一起贏 祝會贏 向阿翔 希望你 拜託感謝 謝謝 謝謝我們張隨旋委員 請留步 各位 我們台灣 交給蔡英文 我們新竹齊的未來 未來的建設 未來的福利 我們交給張學村 強調 請請 請 不 拜託你 你 不